李国修因为大肠癌辞世 那么他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长时间以来都是饮食不正常的 甚至一天都只吃一餐 还经常得要应酬 还下午四点就开始喝酒 可能真的是累坏了 在2010年的时候呢 他被诊断罹患了大肠癌 接着就开始戒烟 戒酒 吃素 还有规律的运动 那时候还开玩笑的说 要跟那些过去的酒肉朋友说抱歉了 如今不管是朋友或者是观众 都会永远怀念国修老师 开刀留下长达25公分的八横 2010年8月 当时李国修切除大肠3公分席肉之后 改变过去排息太忙 饮食不正常的习惯 尤其是开始戒烟戒酒 过去跟我很要好的酒肉朋友们 说声抱歉 我戒烟戒酒了 那么然后呢也吃素了 单看看李国修的身形 当时已经销瘦许多 体重一路从63公斤往下掉 李国修开刀前后少了五公斤 但事实上是李国修真的累到病了 壮丽屏风表演班李国修因为工作关系 一天只吃一餐 经常下午四点就开始应酬喝酒 饮食习惯加上生活作息 被诊断罹患大肠癌 手术之后李国修隐居台中大庚山区 跟着妻子王月吃素 加上规律的运动 以为身体已经好转 在2011年却发现癌细胞转移了 永远的表演鬼才李国修 即使生病开刀 依然保持一贯的开朗 2010年开刀之后 面对镜头 他说我很好 病情却在隐退之后 其转直下让人不舍 追求联兵李自贤台中报道